回到媽媽的身上 我們的主題就是 希望媽媽能夠過得很快樂 可是你看 現在什麼都漲 只有薪水不漲 聰明的媽媽到底應該要怎麼做 才可以幫助家裡開源節流 我想其實我們 在風水學裡面談到 妻子 所以女人是非常重要的 在一個家庭的輔助上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首先第一個 女人一定要打扮好自己 每天都要乾乾淨淨 漂漂亮亮的 然後財神也喜歡找你 所以妻子一定要辦好 所謂的什麼講 招來財神的動作 怎麼做呢 我想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在廚房 我們在廚房打草乾淨之後 要擺放植物 那麼這個植物跟種子有關係 要多子的有關係 比方說辣椒或者是石榴 石榴樹 擺在這個 它代表的就是多子多孫多福氣 也代表財運源源不絕的異味 那麼第二個 可以在我們的化妝台底下 做一個施底下小法術 那麼在荒台裡面 嘗一下我們的私房錢 那麼也 這個錢是不能動的 不能用的 那麼也代表 我們再來年財源會滾滾 那麼當然其實我們講了 這個今年的財位 是在房子的正西方 那麼在西方 你可以擺放一個聚寶棚 或者擺放一個純錢筒 那麼都會為這一整年 帶來好的財運 我覺得雅雲老師剛剛講 這真的是對 我非常認同 女人的財位 其實就是在廚房 在爐灶 很久很久以前 就有個大師這樣告訴我 所以真的建議大家 有事沒事 不管你 會煮還是不會煮 你就每天開個瓦斯爐 煮個開水 這樣子也算有洞洞你的爐灶 那個火越煮越旺 財源自然就滾滾來了 另外維中老師 像財運 哪些人在龍年 比較容易聚財 可不可以指點一下 財神到底在哪裡 財神分成 居家財神 流年財神 本命財神 還有我們說的風水財神 這裡告訴大家是流年財神 阿嬤 阿姨 姐姐 趕快拿筆抄一下 如果你是我們所說的 比年貢 物年生的 就是354555 374757年次 以此類推的 你明年的入存財新 一定在這個 我們所說的父母功 我們稱為父母疼惜 重金加持 就是這一年更要孝順父母 抱著爸媽的大腿不能放 垂垂背 講好聽話 因為他們賺錢 也跟著你生活過得更好 其次就是我們說的 只要是364656676 3848586878年次的 我們在命題稱它為 丁年跟四年生的 因為它財神在房地產 你的房地產工 一定在這個地方 所以入存在這裡 我們稱它為 房產投資獲利可期 無論是低買或高賣 或是家中更換一些家具 換家電或等等的 都是屬於一個家運興旺的 再來就是我們說 老師有關你 要做一些事實 有辦法幫我們加分嗎 加薪嗎 這個就是在394959697989 更年生的觀眾朋友 以及來賓們 你的入存心 入存就是財新的意思 一定會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正好是 你們所有的人的這個 職場 職場升遷 薪水加急 老師怎麼有跟你說 我都沒中間 所以說如果是尾數0的 30 40 50 60 70 80 新年生的 辛亥革命的新年生的 一個財新在奴樸公 奴樸公我們稱它為 員工賣力 從中抽成 所以做經紀人 經紀公司 這個就會有獲利 包括直銷 包括我們所有的業務 就是開會 只要什麼上線下線的 開會 說到手上 會議結束 讓他們去衝鋒獻證 回來就儲鈔票 叫別人幫你賺錢 求承諾 有供 自給丹 有過他們來 他們來 他們來 他們來成 好不好 是聽起來蠻不錯的 好輕鬆 蠻壞的 不要強出口的意思 好不好 其次就是我說任年生的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1 你明年最好的財新是在 健康 健康就是財富 也許你兔年身體百病產生 暗疾產生 工作能力不好 在這年當中 我認為身體健康 工作力強 所以光到你健康 身體好 什麼都好 其次來了 蠻年 3 2 4 2 5 2 6 2 7 2 8 2 年次的人 蠻年你去年一起財運不好 所以這年當中 是用錢滾錢 事半功倍 買什麼 贊什麼 投資什麼 贊什麼 非常重要 聽起來好旺 其次就是我跟你講 都沒有 落到 只是經過有我的沒有 每個人都有講好不好 只要是假年生的 每個人都有講 不要轉台好不好 人家沒有轉 幹嘛自己講的奇怪 別說 33 4 3 5 3 6 3 7 3 8 3 9 3 假年生的觀眾朋友 你的財心是在你流年的夫妻宮 平常對老婆就要好一點 這一年用她的名字開戶 用她的名字投資 用她的名字買房子 對 無往不利 或因為她的事業有成 跟她要求分紅等等的 就把太太或先生搖啊搖啊 當搖錢樹 對 方向要對 其實就是這個 我們說的尾樹是這個4的 3 4 4 4 5 4 6 4 7 4 她的財心在兄弟立體 財源廣進 這時候該入股的 該放權利給朋友的 該做一個合資的 該做一個事業打拚的合購 就是靠今年了 可是錢來了 問題也來了 男人身上有了錢 就比較不安分 你知道龍年媽媽們 還是多多少少會擔心 老公會不會在外頭有女人 會不會有小三 小夢老師 我們用個塔羅牌 來給大家算一算好不好 家庭裡會不會出現 這樣子的問題 觀眾朋友 趕快你也來自我測試一下 先找出隱憂 我們就可以防範於未然 來 四張牌 選一張 平直覺 第一張我們看到 三個人高舉酒杯 乾杯 好像在一個伊甸園裡 腳底下踏的都是 好多的水果 很豐盛 好 第二張我們看到 是一群男人 拿著木棍 難道是在打架嗎 還是在工作 他們被圍在一個圓圈圈內 腳底下踩的是土地 好 C選項 一男一女走在一個寒冬裡 是在教堂外面 那個窗戶 我們看到一些星星 一些金幣 可是大雪紛飛 是有這樣子的感覺 第四張 一個人坐在馬上面 旁邊還有很多人 好像在為他歡呼 為他喝彩 這個騎馬的男人 很嚴肅的樣子 很有Key 好 A B C D 大家選哪一個呢 現場的來賓 跟我們一起選擇 觀眾朋友也趕快選擇一下 我們可以測出 你的家庭 新的一年 不管是夫妻 或者是情侶檔 你們會出現什麼樣子的 微妙的變化 好 三秒鐘的時間 請選擇 3 2 1 好 這一次 維中老師選的是B 好 正義老師選的是 男人要出征了 騎在馬上 跟我們的亞昀老師又一樣 你們兩個好像常常選一樣的 沒有 我剛剛本來跟亞昀 後來我閃一下這樣子 你閃一下 沒關係 你最後的選擇是B 然後兩位選的是D 好 怎麼樣解讀 小夢 好 我們先從A 還沒有人選對不對 好 伊甸園裡面乾杯 乾杯 如果說觀眾朋友選到A 代表是說要當心桃花與曖昧 的狀況會發生 因為你看牌中的主要不是 有三個女子 也代表是說有三角關係 或是曖昧 而且通常選到A的話 如果你的星座 剛好是落在天蠍座 或者是說水瓶座會更明顯的 好 如果說觀眾朋友 跟我們的詹老師 是 詹老師 恭喜你 選到B的話要注意 認知與想法不同 對 所以說 你要錯亂 分裂 認知與想法不同 對 認知與想法不太一樣 對 好 這個 對 為什麼 因為牌中 我看到有五個男生對不對 他們有點在鬥爭的感覺 也代表是說可能你想要這樣做 可是你的另外一半可能覺得 我們要不要這樣子 就是可能在一些金錢方面 或是投資方面 或者他也希望說你要多 在他身邊陪他 對 選B的話 而且如果說選B的話 還有分 如果說你是屬於處女座的話 會更嚴重 因為明年的火星剛好入處女 對 所以也代表是說 他會更加強這一個概念 會產生 還好他是雙魚座 雙魚座還好 老師 這種狀況已經維持12年了怎麼辦 就是他一直想演八點檔 他覺得他可以 但他夫人覺得還不行 對 如果說姨 如果說 如果已經很久了有沒有 就讓這個狀況繼續發生 對 老師的意思是 我也無能為力了 無能為力這樣子 好 好 再來看C選項 好 如果說觀眾朋友選到C 也代表是說 當心金錢的流失與投資不利 因為台中的主角 有沒有看到他站在教堂的外面 而且感覺有點孤獨 寒冷的感覺 魚魚而行 在雪地裡 對 在雪地裡這樣紛飛的感覺 也代表是說 如果你金錢沒有投資得好的話 你會錯過金錢 你看他不是走過那個 有錢的教堂嗎 對 代表說金錢與你擦身而過 如果說你是摩羯座的話 會更明顯 因為摩羯座明年 剛好今年是冥王星會進入到摩羯 因為冥王星代表有種想像力的 所以代表說你可能你的靈感 會很想賺錢 但是真正的達到你想要的 會比較難一點 對 所以要特別注意的 選席的觀眾朋友 好 那第一選項呢 夫妻之間會碰到什麼樣的狀況 好 那是我們的 雅雲老師 跟真意老師 好 那代表說莫過於重視 工作與朋友忽略另外一半 對 代表是說 是 對 就比如說可能你們太忙碌了 可能要看風水 要去看那個洋仔 對 要去化解別人的問題 是 有時候去 你看像有些老師看風水 有時候到一個山頭 下山又過了好幾天 他們都沒回來 是… 那個 張老師比較多這種情形 對 張老師每天都去別人家 我是穿梭陰陽姐 你說的女路 對 就是說 上山到廟裡面就沒有再下來了 這樣會 好 移去就好幾天 再來是我的話 已經替光光了 替光的價值 然後代表選帝的話 代表你看牌中的主角 不是有騎著馬嗎 對 他在往前行走 旁邊有朋友 也代表說你不要因為 朋友的邀約太多 對 而且一定要多回家 好 這是選帝的朋友 好 那正義老師 要多照顧一下 另一半多多回家 不過這有點困難 就是要讓先生 夾一個配藥石睡覺 他這個原則是 這女人感覺太高了吧 是 夾在哪裡 蘇貝我拿這一種 沒有 這什麼樣子 這什麼心願招財